我是女孩 大家好 歡迎到YA Diary 其實算你的旅程呢 這次要帶來怎樣驚喜 這次我們的拼貼呢 是風格多變又很細膩的梅刺小鋪 以及人物還有日常食物 都刻畫得相當柔美的仙女丸 趕緊來看看這次的製作過程吧 走吧 梅刺小鋪材料介紹 使用的是紙膠袋 被淚水浸過的每一天 還有台灣野菇 那貼紙方面呢 有果物素描 以及我們在一般書店購買的素材貼紙 好 那我們來看到的是我們第一個拼貼作品 那和前面的一些作品比較不一樣的是啊 我們這一次把主角香菇放在了整個畫面的中間 對 因為這一系列的暈染效果很棒啊 加上被淚水浸濕的陰文字 搭起來真的是天左之河 我原本以為啊 這種灰階黑白色系的這種樹果子啊 搭配這種多彩的暈染可能會不是那麼好搭配 沒想到放在一起竟然有一種充滿少年感的文青風 所以現在是個文青少年 就是這一次的畫面呢 非常乾淨圖現出 叫我們的特別之處 而且又不會互相這樣子的 叫他搶風頭 我自己是還蠻喜歡這一次的搭配 因為跟我們之前稍微有點不一樣的啊 我特別想介紹這一款紙膠袋是 在這個手寫文字旁邊啊 它有一種水晶的感覺 就真的很像是暈開來的樣子 這麼漂亮 它這一捲裡面啊 不管是月份還是日期 全部都有這樣的效果 我覺得很別出心裁 美次小鋪的第二個作品 我們使用的是 紙膠袋 花的刺繡 雲彩 以及PET膠袋 貓心物魚 我們這一次啊 是把喵心仁和雲彩做得 蠻徹底的結合 貓咪的魚缸啊 我們就是讓牠非常愜意的 在雲彩之中飄盪 我們就是可以感受到 牠們的無憂無慮 我最喜歡的是這個 閱讀的小貓 牠們在雲彩上面閱讀 就感覺好像是連 做夢的時候 都在讀書一樣 有種很勤奮的感覺 真的太勤奮 我可能有點受不了 不過呢 我覺得這些雲朵 真的是還蠻好用的 拼貼素材啦 就是牠的風格很柔美啊 就是不管怎麼樣搭 都能讓你爆發 無限的靈感 你知道嗎 因為牠就是還蠻好搭的 而且我自己個人很喜歡 彩色 所以我只要看到彩色見稱 我就覺得 牠至少70分數都是 80分以上 就是87分讚啊 我們仙女丸的拼貼呢 第一個作品 我們使用到的材料有 紙膠袋 花枝卷12 我與毛孩子 以及泡泡里的事件 4 當我看到這個花枝卷的時候 我第一個念頭就是希望可以把這些彩色漸層的花當成主視覺來吸引觀賞者的目光 沒錯 就是瞬間抓住大家的心 所以呢我們就是大器的彩色的這樣子斜切的樣式 創造出一條美麗又大方的DNA花柱啊 那這個概念呢我個人非常的喜歡 而且也成功的讓這些彩色漸層的花變成了主角們 沒錯這個漸層色呢就是有點展現的淋漓盡致啊 這次素材裡面的女孩啊其實也很特別 她們跟毛孩子就是搭在一起 然後再搭上一些夢幻啊斑斬的泡泡 就是感覺好像她們帶著毛孩子一起來爽花 她會讓我覺得這個構圖啊很溫馨 而且很有氣質 仙女玩作品的第二個發揮 我們使用的材料是 紙膠袋 泡泡裡的世界 3 騎車的旅行 還有印章花枝卷 以及小行星B610的素材紙 我們來看到我覺得旅行是一個很好發揮的拼貼素材 在你每一次使用的時候 你就會想像說自己好像也是塌上了一場不一樣的旅行 這一次呢我們就是把腳踏車和復古韋式牌當作旅行的這個主軸啊 搭配上就是一些你看旁邊就是有旅行必備的手機啊 或是你會拍點相片啊 旅行紀錄等等的元素 然後再把它們和這一些有燙金的彩色泡泡搭配在一起啊 好像是那種如夢似幻的旅行感 究竟是你在夢中旅行還是旅行中在做夢呢 剛好最近疫情嘛 所以如果近期的話我們就是 戴上你的包包 踏上你的交通工具 在你的夢中出發去看人 夢中哦 我滿少年感的文青風 所以你現在是個文青少年 他們這個畫面呢其實就是 等一下誰 wanna be sure 我可以上去 幹嘛 outside 你還要講什麼嗎? 我覺得自己講得很好 我覺得你講得比較好 我覺得自己講得很好 第二回合的出征紀錄也美好的結束啦 可以在忙碌的生活裡面 花一點點時間來做這樣子的拼貼嘗試 是非常療癒而且又很開心的事情 拼貼人生呢 當然還要繼續精進跟努力喔 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留言告訴我們喔 大家如果想彈贈 大家如果想彈贈 都想彈贈 這個重點的話可以到我們的IG唷 大家下次見 掰掰